欢迎收看表谷智囊团 我是你的老朋友宇哥 今天礼拜五非常非常的戏剧化 大盘留下一百多点的下影线 今天主要是因为台积电的法说 不如预期 严格上来讲 它不是不如预期 它不是不如预期 是法人已经预期了 台积电2330 今天一个跳空下跌 这个地方就算你不买台积电 你也不能在这里杀台积电 我再强调一次 你就算今天你不敢去买台积电 或台积电相关的股票 或是AI的股票 也不至于在今天去杀台积电 台积电 第二季赚7块01 7.01 当然比第一季差 可是因为是去年的基期很高 去年第二季基期很高 对不对 那去年基期很高 它这个库存也开始清理 也开始做反应了 所以股价它这个地方已经去反应了 所以这里理论上来讲 会是一个中期可以观察的一个好买点 但是台积电本身那个留给法人 留给政府 我跟大家做报告了 好那今天扣掉台积电的下跌 台积电中小跌19块钱 你扣掉台积电台股有跌吗 台股没有跌 台股中小算跌133点 134点 台股跌134点 台积电跌19块钱 你扣掉台积电 台股跌个缓缸啊 还涨呢 还涨呢 创新高 广达 不要羡慕 台湾首富零百里 广达创新高了 人家身价应该超过3000亿了 不要羡慕人家 广达创新高 你跟着做就对了 分盘交易 伪创 当然给你拉涨停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 你告诉我说广达伪创 是小标股 是腰股 是乱拉的股票 我请问各位 谁认同 300多亿股本的 两间公司同样创新高 分盘交易 照样创新高 我请问各位 那你不做AI 江湖上了一句话 不做AI 可能就BI 就变成BI 当然这个话 对于没有做AI的人 听起来 极度刺耳 那我现在告诉大家一点 下礼拜 包含什么 神达 你注意 对不对 音乐达 你注意 你就注意 达书就好了 不要想那么多 你就注意 达书就好了 音乐达 神达 不是 买不买的问题 而是怎么买的问题 你现在就是 你的资金要怎么集中 亲爱的 你们去听股票 无非是要赚钱 你赚钱 就是要集中 那你集中 股票上去 你才能赚钱 那不然每天 AI的股票 今天涨到什么 涨到 华硕今天涨停板了 我是跟各位讲了 灰达不死 灰达不死 AI不止 再来 不做达书 小心大叔 我直接告诉大家 来 所以神达 不是要不要走的问题 而是你怎么买 不是要不要买 而是怎么买 下个礼拜怎么买 音乐达 不是买不买的问题 是怎么买 老师被分盘交易 分盘交易才是机会 才是机会 对不对 来 你看上个礼拜 我带你怎么赚 34.6买红基 买完涨停板 当天赚8% 8.3% 你去找 上个礼拜 哪一个老师 这种有量有价股票 哪一个当天 能够带你赚这么多 你去找 我跟各位拍胸补奖 保证没有 我讯息在这里 9.06分 34.6买的 收盘收375 当天赚8.38% 来对讯息 对时间 34.6买 当天赚8.38% 拉涨停板 隔天直接跳空涨停板 爽不爽 爽死了 爽死了 两天18% 高速获利入带 不过高 全部卖掉 打跌停 卖掉 打跌停 卖在这里 赚十几% 打跌停 爽不爽 三阳 78.6买 吉拉 84.1全部获利入带 各位 短线操作 三阳工业第一次 在第一档 碰月线 反压会有震荡 昨天 786买的 我们在841 全部获利入带 你可以卖842 843 844 845 都可以卖到 因为我讯息发出去之后 还有在网上再拉高 9点52分发讯息 去对 对时间 20张你就赚11万 50张你赚27万 两天的时间 白纸黑纸给大家 三阳 厉不厉害 你看三阳 有没有 收78.1 收最低 收78.1 收最低 我786买的 84.1卖掉 又打回到78.1 准不准 重点在哪里 你跟着我资金集中 你20万两天 隔天就赚11万 50张 27万 50张 27万 放在口袋里面 很开心 是不是 很开心 来 那你注意看 其实有些股票 你看 这男子店强不强 是不是整理完 刚上去 每个都要来蹭AI的热度 男子店 对不对 那再来 还有些股票 清晨 这个也是拉回找买点 拉回找买点 博智 这个老朋友不用讲了 也是拉回找买点 赚的比金像店多 还含息7块3 还没有出 下个礼拜拉回找买点 就这么简单 众席 也是一样 换手再工 拉回整理 随时再过高 这些股票 台积电今天虽然大跌 但COAS 产能大缺 大缺 大缺 可是你注意看 你看像你当天操作6187 你看 你看 开低震荡 又收低 这当冲在搞的 你看到没有 但是怎么样 有没有过高 过高 所以重点不是在买不买 而是怎么买 红素 对不对 是不是也是强势 所以讲了这么多 宇哥也是要告诉大家 我说题材很多 你怎么样集中持股 你怎么集中持股 你怎么集中持股 所以下个礼拜 我跟各位讲 有三档股票 给大家做参考 那三档股票 适合各个不同资金部位的 以及有的人喜欢做低档的 有的人喜欢做 整理完币突破的 你来看 这是低档的股票 这低档股票 我跟各位讲 这个股票下个礼拜 准备创高 我给你预告 准备创高 老是真的假的 听我的 你听我的 这档股票呢 第一季赚1.17元 那我已经预估告诉你了 半年报 有机会 赚赢去年全年 他第一季就赚赢去年上半年 一季赚赢去年上半年 那等公布半年报 我认为应该可以 直接赚赢去年全年 股价位积在这里 这两打个底型出来 专攻企业ESG的转型需求 什么是ESG 探盘查 各位懂我意思吗 来 举这档股票 老朋友6811的红积资 有没有 今天是不是创新高 老朋友红积资 今天是不是涨停创新高 红积资 红积资 今天是不是创新高 对不对 精神资讯 这个也是准备创新高了 第一季赚1.84 去年上半年赚1.90 很强了 但是还是没有超过 去年上半年了 那这个公布营收 这个公布获利数 这个半年报之后 对不对 应该会再涨一波了 形态上面就是 拉高 整理 下周准备突破 精神资讯 6811 红积资已经给你做示范了 他先创高 一样是走什么 半年报行情 比上个月大增 277% 有没有看见 那当然这个股票是高价股 而且还涨停板 我说你要注意的是这种低档的 预估半年报赚赢去年全年的股票 这是第一档股票 赶快跟上 不要等到过高之后再来追 第二档股票来 这是准备喷出的 准备喷出的 尾盘这个地方偷拉 礼拜五偷拉 这个下礼拜准备喷出了 这你要赶快 这下礼拜一 第一时间要买 懂我意思吗 下礼拜第一时间要买 这个呢 这股票呢 来 前面都没有涨到 机器很低 下周还有高点 请你报劳 还会再涨 你懂我意思吗 我昨天买了 今天整理整理 今天大盘盘中大跌300点 他走这个形态 所以三档股票 我们再复习一次 来第一个 这第一档的 那第一档的 那这个价钱呢 我想一想 这个价钱应该是 这个几十块钱的股票 中价位的 那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 他 也是 属于中价位的股票 这档股票 一百出头 一百出头也是中价位啦 买十张 你用融资 其实轻轻松松的 当然不建议大家用融资啦 那你买十张 我常跟各位讲 你一百万的资金 你一百块的股票 你买十张嘛 十张就是一百万嘛 不要想东想西的 各位懂我意思吗 就三档股票 给各位做选择啦 只要告诉大家啦 跟各位讲啦 挥达不死 AI不止啦 懂我意思吗 不做达叔 小心达叔 好不好 不会做的 跟上我们 那也欢迎大家 加入like at 盘中 好的股票 最新的资讯 都跟大家做分享 但记得一点 资金 一定要集中 不能分散 祝大家天天都有 掌听板 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家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省省评估病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